大乘心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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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曼常好 我是Late 後面的收音機關掉 OK 我現在關掉 你用Loud speaker 不是 我關掉了另外一個電話 你的聲音很空 你是不是在開手機關掉 我是 現在我關掉了 你才開手機關掉 現在我關掉了 OK 現在可以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Louise 好 來 我打了五十多個日 現在接到最後一個 好 想說什麼 我就是 大早有一個 我說兩個兒子那個 嗯 又說到我多少感受 你也是單身媽媽 不是 我是 單身的 但是我沒有子女 嗯哼 這樣呢 我在四十幾歲 認識到一個男生 嗯 嗯 所以是說 一刀未結婚 意外生亡 我不斷會 兩筆感情 一直會投入 到最後都是分手 不知未有一種感覺 就是 他們不是真心對我的 嗯 等一下先搞清楚 你說最後那段感情 在你四十幾歲 就是剛剛沒有多久 還是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差不多 幾十年了 他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為什麼你會覺得 你是說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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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了 過了很久 過了很久 是一個責任 對於工作 不是說多努力 有一種依賴性 其實我不太明白 你今天撥離的問題是什麼 你应该要找自己要走的路 那路可以找一个盘又行,不找一个盘又行,或者做其他任何东西都行 其实应该是说看你自己本身领悟到什么,比较重要 如果你自己没有领悟到任何东西,没有提升高一点 那你就会觉得很闷,因为你的脑里面想来想去的东西都是只有几样东西 每天眼看的东西都是只有几样东西,然后你开始觉得很闷 那很闷就是人类来的,闷就要找朋友或者找一个盘 是,但是当你会看到社会清楚的人对于利益是怎样,对于情是怎样 那你会,我的感觉就是很淡 那你就要想回头了,巧合还是吸引力法则 那么巧合你都吸引到之前那两个你觉得不是那么理想的对象 为什么,偏偏是你呢 你说,看到社会有这样的情况 意思就是说你看到有些人是很为利益 不知道为什么,是不是全世界,是不是全部人都一定是这样 我是想跟你说,又不是,那么巧合你遇到那个 不过所谓的那么巧合,其实都是多少个,两个 可以最近这三年两个 一个,一拍拖又说结婚,我说什么年龄 但是结婚生弟都不轮到我这个年纪了 嗯 不够半年说结婚,然后带妈妈回来 我真的很恐惧,不够九个月了 嗯 其实都不爱她回单身 嗯,嗯,嗯 但是那个就心急不代表她不爱你 是你自己恐惧的 是你自己恐惧的 可以这么说 啊,所以这个问题 那我看下去,咦,这个问题又未必在她身上 嗯 她很爱你,甚至父母,妈也带来见你 看看她多认真 妈妈又没有见过,是见过一百个人 那时候是疫情的问题 她见过,但是家人 就是起码她不是,她不是玩玩玩玩啦 就是她都很认真 不过她心急而已,是吧 可以这么说 嗯 所以 那现在没有爱情的你,是不是觉得她的生活很佛美呢 嗯 没有爱情的生活,做回家人做的事 比较开朗很多 嗯,那OK啊,那就证明你不适合谈恋爱咯 不是不适合谈恋爱,你都曾经谈过恋爱啦 你都尝试过啦 嗯 嗯 那你说你这个事 你不断地愚人不熟 嗯 可以说啦 嗯 我们有善良的心 不断地帮人,当你帮开 不是可以外回报 是她不懂珍惜 我自己会犯 可以这么说啦 那你有善良的心 跟着你有清晰的眼睛 那你能看穿她原来 是在你身上的样子 拿着利益 所以你便没有继续啦 不需要那么伤心 嗯 伤心 千千 早一年半前 想到 那件事很伤心的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但是 一个手板不是 一个人能打响的 是两个人能打响 我已经知道 这件事不可以继续 还够伤害 所以我放两个都 是 你懂得这么想 这么看就最好了 都有一些智慧 老实说 是对的 因为 我都不年轻 意思是 你正话说 有些事不是一只手掌拍得响 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的 所以有时候不要怪对方 所以我只是说 什么吸引了 什么令到你不断吸引了男人 所以另外一只手掌就是你 嗯 你都很有关系 哈哈 你平时去哪里 想什么 谈谈交什么朋友 就是那个圈子 那个圈子 那些人是什么人 现在我圈子 老板是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现在我圈子是五十几六十 甚至七十 那种阶段已经不同了以前 除了年龄之外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想法 是属于什么层次的了 嗯 可以说我现在 不需要跟我说 不需要跟我说 就是你自己 慢慢要去了解 和看 嗯 现在我的社交就是在 嗯 尔子丹 社团 和佛 之类 走这个方向 嗯 走了多久了 和尔公 都是去年 叫我加入 命邦 这个工会 然后有一家佛 叫我加入 帮他们管理 就是今年的 都是去年 去年开始,今年开始考虑了,属于是半乙工,接着中也去 听我说,对了,你走这条路,你现在做着帮着的同时,你开始要同步去学习,你进入这些工作的单位,不是只是处理事,你要张开你的眼睛, 你的心要打开些,去包容,去看,去学习,你整个人的能量场开始改变的了。 我觉得我的智慧已经开始看得很远,因为为什么呢?我在去年认识了一个,我不想说什么佛教,或者是师父什么, 但是他说有什么事情,他说你现在是学到二十八线,还有看长远,你一直念这个佛,你会看到这个社会 多少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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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会不断开发恶恶智慧。 是的,所以我说你整个人的能量场就会,一个形容词,所谓的形容词就是,吸引力法则,你的能量场改变, 你吸引的人,事与物全部就,刚刚开始就是去年,如果你刚刚开始就已经你的变化开始了, 那你持续下去一年两年,再多一两年就会看到,咦?我所认识的人又不同了,我接触的人又不同了。 那种旧拜,我讲到明,或者是基智慧未开,现在我不用说话,别人都看到微脚眼穴,我看到别人的心是大海, 那种表情,或者那种过去,别人不讲,我们会知道,但是讲不出那种感觉,就是这个开始这个阶段了。 好啊,嗯,那你就不用日日只是,那你就不用日日只是,那你就不用日日在想着,哦,要找个盘啊,哈哈哈。 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段感情,我跟我哥哥说,我家人,甚至我妹他们都说,你哥哥担心,比有另外一半更高兴。 好啊,这个观念洗了去。 洗了去,是。 不要说,哦,单身一定比有判判更高兴。 洗了去。 是。 随,你接着下去,遇到,有就有,毛又分回去单身。 就是不用,因为你一这样想,你的头脑就锁死,是的,我以后不会去判的了。 嗯,嗯,不需要。 你可能改变了之后,你遇到那个是很好的,我对你这样,不排除。 那你说,哎呀,我之前我妈都说单身快乐的,哎呀,拒绝了它, 那可能你又错过了呢? OK。 一直以来,我没有拒绝哪一个人形式一班,或者是什么。 但是我看到他们,尋找,无论男女也好, 也好吗? 嫖妥饮吹吹,也好吗? 这四个概念,我是看到很清晰。 明白了。 那些人,那些人。 那些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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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,就是你为什么一直接触到那些人。 好,祝你接着下去,身边的人,各样开始改变,有更好的未来。 好吗? 对。 我会放开个心理接纳更好的东西,不要想一遍。 对。 你的脑子,不要每天有那么多负质的东西。 对。 心不要每天想着这些负面的东西。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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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過很多把戲都不通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我是第一段審情 不斷到現在三十幾年 打給你 沒有三十幾年了,二十幾年了 我三十幾年前都沒開始接電話 二十幾年前可以這樣說 嗯嗯 你有時候口頭時便要改改了 嗯 可以這樣說,可以這樣說 這個口頭時不太理想的時候 是 OK 好了,Good night 拜拜 謝謝成功